為了父權屋嶼署更有效執法以加強保障建築安全 政府會在未來一年檢討建築物條例 並提出修訂建議 檢討範圍包括簡化轉介給紀律委員會的程序 特別是如何加快處理個案 以及研究同步進行檢控和紀律處分的可行性 有關檢討也會考慮提高紀律處分的罰則 譬如停牌的期限、罰款的水平以及譴責條款等等 發展局一直有就認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冊 或者認可公共工程物料供應商及專門承造商的名冊的承建商作出規管 並愛該等承建商涉及的嚴重事故 不論刑事檢控完結與否 發展局會及早採取行動 包括暫停期投標資格 甚至從認可冥冊中除名 當認可冥冊內的承建商涉及嚴重的事故 發展局會即時暫停承建商 相關公務工程類別的投標資格最少三個月 並要求承建商進行獨立的安全審核 第二 倘若發現嚴重事故成因 是由於承建商安全系統出現系統性的缺失 發展局採取的規管行動 更會延伸到該承建商在認可明察內其他相關的工程類別 第三 就暫停承建商公務工程投標資格的規管行動而言 由以往只是暫停在規管期內接受新的投標項目 延伸至在規管期內也都不會接納早前已經提交的標書 在公務工程招標制度方面 工地安全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有關的評分可以佔整體技術評分約三成 為進一步提高承建商對工地安全的關注 發展局本月更引入新的評審標書機制 若果承建商涉及的嚴重事故 即使並非發生在公務工程工地 其工地安全的相關技術評分將會被扣減 無論是政府、工營機構或私人工地 勞工署都一視同仁 取取同樣嚴格的規管標準 執行職安建法令 現行的職安建法令已經涵蓋了不同的持責者 譬如工地的佔用人 總承建商、次承建商、僱主及僱員等 清楚說明國持分者的法律責任 因此無必要進一步修訂 釐清工地業主和國持責者的責任